我願意在世界上做自己的方法 沒有,沒有人能做自己的方法 真的不真的 最少是一女人,你必須要結婚 但你不結婚了,你不太好 那是因為我富有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由文青女神Greta Gurley自編自導 全球上映後好評不斷的電影《她們》 《她們》改編自經典文學系列作品《小婦人》 這個由Louisa May Alcott分別在1868與1869年出版的兩本著作 第一本以半自傳的方式敘述了自己與姊妹的童年回憶 第二本則以小說的形式虛構了四姊妹成家之後的故事 《小婦人的故事設定》在Alcott成長時經歷的美國南北內戰時期 出版之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讓身為女性的Alcott在那個保守的年代 罕見地能用初書的版稅來照顧全家的生計 這個故事在1933年首次被改編為電影 並在1949年與1994年被翻拍成另外兩個版本 或許你跟我們一樣小時候看過94年的版本 而爸媽可能看過49年的版本 爺爺奶奶們還看過33年的黑白電影 而現在我們會推薦《長大的你》帶著她們或是你的孩子們 一起去重溫這部經典的電影 不過要是你沒聽過《小婦人》的故事也沒關係 因為這次Greta Gerrig所編導的版本有別於前作 用了倒序的方式去述說Marsh一家的成長記事 以四姐妹成年後離家,各自所遭遇的人生課題來做切入 並且穿插她們年少時的回憶 就像是一部古典版的成長類型電影 Grerig也試圖用現代的觀點去調整了角色們的心路歷程 讓《小婦人》的故事更能夠在這個世代引起共鳴 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編 這次的新版也有強大陣容的演出水準 在我們撰寫這支影評的時候 奧斯卡入圍名單剛剛揭曉 她們入圍了六項大獎 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 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服裝設計以及最佳原創音樂 唯一可惜的是 Grerig無法跟指導另一部奧斯卡熱門《婚姻故事》的伴侶 Noah Baumbach爭奪同一個獎項了 所以今天的節目我們會先介紹故事大綱 再來會針對我們覺得改編得最亮眼的三個角色去做深度解析 最後則會分享我們對於各個翻拍版本的心得 我們也準備了三套她們的電影設定集要送給大家 參加的辦法在影片的最後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希望能幫我們在月裡之前衝破50萬人的訂閱大關 故事敘述March一家性格迥異的四姐妹 在南北內戰時所經歷的種種挑戰 以及在這些過程中一家人是如何團結在一起 並且變得更加勇敢,而且珍惜彼此 最終也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四姐妹有著一對開明又慈愛的父母 但自從父親為了解放黑奴的理念,離家從軍之後 家裡的經濟環境就越來越艱辛 被暱稱為Marmie的母親性格堅毅 獨自照顧著四姐妹 大姐Mac個性溫柔,嚮往成為妻子 為心愛的伴侶生養自己的孩子 二姐Jo,熱情好動,渴望成為作家 對於社會與習俗充滿著許多批判 三姐Beth內向文靜,喜歡彈琴 總是能夠細心地察覺他人的需要 而最小的Amy愛漂亮愛畫畫 充滿主見代言任性交縱 她們被母親教育者要關懷他人熱愛生命 但四個女孩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即將面臨到各種挑戰 Glerick在最新的版本中把時間去打散 讓觀眾先認識了姐妹們成年後的現在 再一一對照了她們的童年時期 讓觀眾更能理解她們在成長過程中所做出的妥協與選擇 讓每個角色都變得更加立體與合理 兩段時間軸乍看之下有點混亂 但是Glerick會將現在所發生的劇情 用較為冷調、灰階的色彩來呈現 凸顯成長後所面臨的現實痛苦 而描述童年的回憶片段則會用充滿溫暖與飽和的顏色 來象徵對於過往的美好追憶 不過因為篇幅有限 我們只挑出了三個最具衝突性的角色來做解析 March家的二姐Josephine喜歡別人叫她Joe 不只聽起來像個男孩 她的個性也積極好動 對所有的事物充滿著好奇心 她總是創作著姐妹們都很喜歡的冒險故事 沉浸在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美好想像裡 她認識了住在對面豪宅裡孤獨的Laurie 一個小名聽起來像女孩、個性溫柔細心的男生 兩個人一見如故也陪伴著彼此 探索著自己對於自身性別的理解與認同感 她們就像是性別翻轉、性格對立的最佳閨蜜 直到Laurie開口告白 兩人純真的友誼 就像是無憂的童年,瞬間結束了 就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愛情是女人的一切 不只Laurie這樣覺得 她的大姐Mag也這樣相信著 大家似乎都急著要離開這個她不願意放棄的美好童年 作為抵抗,她決定離家 獨自到紐約追夢 支撐對抗著人人覺得正常的女性宿命 還被當作是怪咖 被迫鏟出她不認同的創作 她的奮鬥不只是為求溫飽 更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有能力 獨自在這樣不友善的世界中生存著 但長期身在異鄉 缺少了親密家人在身旁支持 孤身一人的她真的好累、好寂寞 再加上三妹Beth因病去世 總是堅強又獨立自主的她 終於在母親面前崩潰,痛哭失聲 即便母親提醒她 愛與被愛是兩回事 但她還是留了一封信給Laurie 希望兩人能夠在一起 其實Jill在這邊的寂寞是我們很能夠投射的 因為這不是單純需要伴侶的那種寂寞 而是一個正在經歷成長 不斷追憶著美好回憶 對應著眼前匱乏的無力感受 但當Laurie最後跟小妹Amy訂婚 Jill雖然尷尬又失落 但卻發現她其實是能夠真心給出祝福的 因為對她而言 自己最在意的其實不是擁有伴侶 而是心靈上的自由 所以就算寫作很辛苦 但唯有如此她才能感到釋放 所以相較於原著跟前面三部電影 都讓Jill嫁給了她在紐約認識的教授Frederick 我們覺得Gurwick的改編 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精神 也充滿了巧思 她讓Jill完成了自己的創作 自己去跟出版社談判 親眼見證作品被印刷出來 而她與教授的後續發展 不管是雨中擁吻或是經營學校 或許都可以解讀為 是Jill刻意替書中的主人翁 創作出來的虛構情節 而就像是Jill色彩繽紛的童年回憶一樣 後來的夢想實現 也都有著溫暖的美麗色彩 Gurwick在某次的訪談中表示 而她這樣的安排似乎也圓滿了作者在百年前的遺憾 在Elka寫給Elf Whitman的信中 就曾經表示她認為Joe其實不應該結婚 或許我們可以猜想 電影中出版社老闆指示女主角一定要結婚的這個場景 搞不好還真的在Elka身上發生過 而現實中的Elka的確是終生未婚 Amy雖然年紀最小 但野心卻絲毫不輸給二姐Joe 她熱愛美麗浪漫的人事物 立志要成為最偉大的畫家 不服輸的個性讓她總是喜歡跟Joe競爭 先是鬧脾氣燒了姐姐的創作 又取代了Joe陪伴姑姑出國 她在成長的過程中 在國外開的眼界 也認識了更多來自上流社會的人 她理解到 原來世界並不是繞著自己再轉 而女人是無法靠著異己之力生存下去的 她的畫作雖然好 卻不是頂尖 所以即便她羨慕就不顧一切出起闖蕩的勇氣 她也嚮往像大姐Mag一樣嫁給一個深愛的對象 但她卻覺得無法兼顧自己所有的夢想 感到沮喪又無助 於是她選擇了為自己 也為March家做出最實際的打算 那就是嫁個對自己好的有錢人 而如果我有自己的錢 那我沒有 那錢會跟我們結婚的父親 那時候我們結婚了 如果我們有孩子 他們會是他 而不是我的 他們會是他的樓 所以不要坐在那裡 你會告訴我婚禮不是一個財經理的提示 因為它是 因此當Laurie提醒她不要為錢交換愛情的時候 Amy的這段宣言讓我們翻轉了在以往作品裡對Amy的負面印象 認為她的現實不值得Laurie的愛 但其實Amy還是嚮往著愛情與幸福真誠的關係 小時候的她就對Laurie有好感 但是她不想成為舊的替代品 於是她在沒有確認Laurie對她的真心之前 就拒絕了Fred的求婚 Amy回講起媽媽的教導與March家的精神 決定不再算計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Amy這個現實主義者 就像是站在舊這個理想主義者的對立面 但他們兩個卻都勇敢實踐了母親的教導 各自在喋喋狀狀中找到了平衡 用March家的精神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夢想 於是在這段婚姻裡她得到了愛情 也得到了精簡帶來的安全感 讓她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持續繪畫 更重要的是她為Joe帶來了不同的觀點 當Joe跟Amy了解了自己的新書 記載了四姐妹們的日常生活時 原本消極地認為這種家常所事不會有人想看 因為內容毫不重要 但是Amy卻抱持著不同看法 認為這些只是因為沒有人寫才會被看作不重要 如果Joe把它寫了出來就會變得重要了 追求卓越與成功的Amy 即便相較於March家的其他姐妹 是個最實際也最入室的角色 卻也在離家許久之後 不忘記父母與姐姐們的教導 用她的方式鞭策著自己與身邊的人 她不是循著Meg的路線 也並非重複Joe的道路 她勇敢地為自己開創了一條適合自己人生的道路 即便姐妹倆追求夢想的方式極度地不同 卻都從愛她們的人身上獲得的力量 也讓我們寫下了這句註解 我們都有夢想卻總是為現實妥協 但幫助我們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的 永遠是那些愛我們的人 We're constantly struggling between our dreams and the reality What helps us find the balance is always those who love us 跟Joe相反,本名叫做Theodore的Laurie 卻選擇了一個女生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小名 Laurie來自於拉丁語的月桂樹 象徵著榮耀與理想 Laurie從小就跟在爺爺身邊 是唯一的男性繼承者 家中的氣氛單調苦悶 孤單的她總是任由思緒到處省油 就算有家教、鋼琴還有滿屋子的書畫 她都沒有興趣 直到她認識了March一家人 跟姐妹們變成了好朋友 她才找到了自己生活的重心 而四姐妹的媽媽Marmie 也填補了她對於母親的想像 也因此她在稱呼March四姐妹時 偶爾會用你母親的女兒們 Your mother's girls這樣子的用詞 Laurie其實不是愛上了Joe 她愛上的是March家 而March家背後所代表的是 她對於這個世界的理想與期待 於是她承載著March家的理念與價值 跟姐妹們互動著 Joe是她最親近的閨蜜 也是最外顯的March家的成員 而Joe也擁有著她缺少且嚮往的衝勁 所以年紀輕輕的她自然會以為自己深愛著Joe 在Mag的派對上 她關注著虛榮打扮的Mag 提醒她不要為了討好別人而失去了自我 她的關懷舉止像是一個兄弟 卻又像是一個仰慕Mag的男子 想要保護這個純真的March家大姐 對於最小的Amy 她就像是一個大哥哥一樣 疼愛著這個任性可愛的小妹妹 擔心她會為了錢而犧牲了自己的幸福 被Joe拒絕之後 與March一家疏離了她失去了方向 過著紙醉精密的日子 直到她領悟到Amy雖然表面上拜金 實際上卻是用於現實的無奈而考慮出嫁 她知道這是自己的機會 她得要證明自己有資格成為March家的一員 而Amy的批判也讓她回想起March家的信念 也就是要勇敢裹絕地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並且為家人付出努力 Cyber說她想時候看《心想富人》的時候 還無法理解Laurie為什麼到處告白的行為 甚至覺得Laurie跟Amy的成婚 在劇情的安排上有點太過方便了 但現在重新觀看了新版之後 就可以理解到Laurie複雜的情感 另外也是因為她在孤單的成長過程中 是March一家塑造了她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姐妹們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她情感的歸宿 不過老實說我覺得Cyber想太多了 我認為Laurie其實只是有戀母情節 想要有個熱鬧美滿的家庭而已 所以她應該會跟戰後歸來的老丈人除不來喔 1933年首次改編 是由多產的金獎導演George Dewey Cougar所指導 她產出了許多知名的作品 包含《亂世家人》、《窈窕淑女》 還有Julie Garland版的《一個巨星的誕生》 而她所指導的這個版本的小婦人最大的亮點 就是四度贏得奧斯卡的影后 曾經被評為美國最偉大的女演員Katherine Hepburn 她為電影史上的第一個Joe定義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形象 而她的詮釋也大受好評 因為她的外型比較美艷 當時出演的時候年紀也有一些差距 所以從現在的角度看起來 會覺得不像一個十幾歲、純真奔放的女孩 但若單純從故事的改編來看 電影受到了極大好評 除了編導終於援助與演員們的詮釋之外 《小婦人》在上映之後 她所帶來的安慰 倒是給予了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美國人民極大的鼓勵 1949年再度改編時 因為有前駐的成功,承受了不少的壓力 當時因為一些考量 將Amy改為老三,Beth改為最小的妹妹 而其中最詳細的 應該就是Elizabeth Taylor飾演的傲嬌Amy了 因為不管是氣質還是扮相 都完美呈現了Amy現實又世俗的形象 而因為電影是在二戰之後上映 片中所呈現的暫時生活 也讓觀眾還有著深刻的回憶 相信在當時應該也帶給了人們戰後的希望與期待 1994年的版本有著我們最熟悉的臉孔 包含飾演Joe的Winona Ryder 是90年代最美的女神 飾演Beth的Claire Danes 現在也還活躍在許多電視劇當中 飾演Amy的童心Kirsten Dunst 同一年她也飾演了最萌的吸血鬼 也就是夜訪吸血鬼裡的Claudia 長大之後她也是初代的Mary Jano 對了,你認得出來Laurie是誰演的嗎? 就是同樣是童心出身的諾蘭版蝙蝠蝦克克里斯珍貝爾 貝爺 不過當中最大咖的應該就是飾演Marmy的Susan Sarandon了 這個《眾星雲集》的版本應該讓Guric的翻拍壓力很大 不過現在看來 他們就像是March姐妹們試圖走自己的路一樣 不管是在選角還是議題設定上 都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風格 不管是每個世代的讀者還是不同版本的觀眾 都會關心Joe最後有沒有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在1868年,原作者為了應付外界期待 在1868年,原作者為了應付外界期待 不得不賦與Joe一個男性伴侶 也就是一個熟齡的德國教授Fridrick Bair 所以在後來的1933、1949與1994年的版本裡面 Joe最後都與教授結婚,並且一起經營學校 因為水某看過很多次1994年的版本 也發現即便當時女性的地位與權力已經有了許多改革 但在1994年的版本裡 教授還是會像白馬王子一樣 開導Joe在文學上的涉獵 帶他看戲認識人脈 甚至還最後找人出版Joe的作品 但相較於Guric的版本 刻意減少了Fridrick的戲份 而且也設計了一個魔靈兩可的結局 讓我們忍不住聯想到Elsa跳過愛情的瀟灑選擇 Guric也試圖呈現了Joe靠自己的力量去學取與創作 包含自己去談判繁稅等等 似乎更加反映了這個世代女性以自我成長為優先的想望與能力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喜歡這個故事了呢? 我們很期待再過20年 當我們老的時候 可以再看到馬爾提一家的全新風采!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對哪個角色最有印象 就有機會抽中他們的官方電影設定集喔! Instagram以及LINE上面追蹤我們 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